展開雙臂身穿潔白紅字公牛球衣 二三號空中飛翼人 左手拿著籃球準備灌籃 就這樣定格在板空中 實際和籃球之神喬丹本人比一比 就是這經典的罰球線起跳灌籃 讓他一飛成經典 而澎湖廟宇著名的元宵起歸活動 今年為了重現這幕經典 用鋁片和回收物品 做成空中飛翼人喬丹灌籃的裝置藝術 更吸睛的是他腳上還踩著 要價上萬元的鎮港喬丹鞋 廟房還特地黏緊就怕被偷 這是給我自己的感覺 那他像誰 喬丹啊 他的招牌的那個動作 很有創意啊 洪湖獨特的起歸文化 每年廟宇都拿出各式各樣的獎品 讓民眾擲筊帶回家 但您看到了嗎 圓桌上喬丹紀念鞋 讓信眾來擲筊 這些網標價值都要價萬元 就是要吸引年輕人的目光 其中還有一雙未開售的 喬丹大魔王第十一代球鞋 尿方特別安排讓民眾祈求 這個鞋子就是你跟我們的王爺 然後祈求之後你拔揮 只要你一次連續六個杯數 心歸它就讓你帶回家 嚼盡腦汁就是希望年輕人能融入 澎湖特有的起歸文化 也為今年元宵節活動增添熱鬧色彩 記者言語龍魏文宣 澎湖報導 請給我下次看 谢谢大家